我們一連兩日報導的天水圍學校非禮案 13歲女童懷疑在學校遭同校男同學非禮 情緒大受困擾 這件事在網上引起軒然大波 不少網民就學校對事件處理手法展開熱烈討論 也將一宗陳年救命再次翻譯 原來攝氏學校在2017年都發生過風化案 據說一名男訓導主任曾經要求一名15歲女學生 幫他做出梅蝕行為 這名女學生也曾經接望男教師多次邀請到他家 最後男人騷擾向班主任求助 雖然男老師最後被捕 但就被人揭發在保釋期間依然回學校上課 相隔幾年又再發生類似事件 學校仍然用懶處理的態度 第一日報導播出之後 他們就發出聲明指學校在事發之後 立即翻查同案件有關的閉路電視紀錄 但就並沒有發現兩個學生在校園發生 和女方家長所描述相符的情況 我們就向女同學的爸爸查詢 不過他就直指校方說謊 發生事件的位置 廁路電視成為今次事件的關鍵 究竟示發地點是否沒有裝上呢 我們再次致電校方 我就沒有什麼印象 應該是我們是有閉路電視的 很多地方都會是 當然就不會拍攝 但樓梯位置或者走廊的位置 大部分都是拍攝到 他們都會搜證的 他們需要的片段我們都交給警方 總之我們是很緊張學生的發展 還有對他們的紀律要求 我們也是很重視的 還有如果說到罪行 甚至乎在校園欺凌 又或者其他那些違規的行為 我們都是很認真去處理 因為我們學校其實出名 就是那個校封是比較嚴謹的 那學生在學校的秩序都挺好的 校方最後再發聲明補充 指事件已經交由警方處理 不便就案情作出其他回應 事件真相是怎樣? 相信要再作深入調查才知道